我們來解讀公投的結果 就我來講 我還是對這個公投的結果 保持高度的懷疑 最容易做票的方式就是說 讓這個各投票所開出來的票 到中選會的這一端去造假 那如果你沒有人去 和對這兩邊的票數是否相符 那就可以永遠造假 國民黨這麼多人 他們怎麼會連這一點好奇都沒有呢 我這個街頭藝人 我非常好奇 如果今天我有足夠的錢我一定做 同時我又問了國民黨的朋友說 你們有沒有去所有的投開票所監票 然後把票數跟中央選委會的總票數去做比對 答案 五位雜誠百感交集 有人氣到不行 有人呢愛聲嘆氣 當然也有也許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也有部分人是對公投持 和民進黨、執政黨相同看法的人 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議題本來就是 不可能大家看法都一致 好 那麼 我知道絕大部分人 如果把它視為是一個 對蔡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要把騙子拉下來的第一步 你會很沮喪 這個心裡我感同身受 不過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不要難過 上帝關了一扇門 一定開一扇窗 而且呢 以上帝做事的法則非常有趣 他往往關了一扇小門 卻開了一扇大窗 這扇窗呢 比門還要大 在過去我的人生經歷中一直是如此 我離開台大 進到媒體 沒有半年就變成了票選最受歡迎的節目主持人 那我離開了民視 節目被腰斬 看似是關了一扇大門 可是我立刻在七天之後 就成立了政經關不了 在半年之後 就得到了感恩節當天 得到來自英國YouTube總部CEO的一封信 而且給了我們一個訂閱戶突破十萬的一個獎牌 我常常回頭看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是無比的奇妙 好今天呢我要有兩件事情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 我們來解讀公投的結果 就我來講 我還是對這個公投的結果保持高度的懷疑 這是我作為一個教了二十年統計跟研究方法的台大前教授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先來看看四大公投的重大挫敗 那你說重大嗎 其實我們仔細看看票數看看結構 我覺得還好 好我認為的重大挫敗是反對勢力 為什麼我講的反對勢力就是所有的犯反對黨啊 為什麼犯反對黨在這一次的動員 他的能量這麼的微弱 這個倒是我覺得比較擔心的 再過兩年總統大選 如果這個所謂的反對勢力或在野勢力的動員能力 仍然這麼的微弱 兩年後注定還要再敗 那兩年後注定還要再敗呢 蔡同學呢 他的論文門呢 又會被遮掩四年或到八年 這是我覺得比較 因為你看啊 就算在倫敦破案好了 如果今天以台灣的司法單位 我管你外面說什麼 你外面說 呃這個這個 沒有有就 university沒有擁有 任何資料 那當時LSE 的那一些被法院採信的資料 也就是造成通緝我的這些資料 那難道不該廢棄嗎 這個處分不該廢棄嗎 他完全不為所動 同樣的 當英國的行政法院裁定 呃蔡同學的 論文被狗給叼走了 遺失說的這件事情是 不足彩性的 請問台灣的法院有任何的跟進行動嗎 所以我比較擔心的是 如果我們的所謂的在野勢力 犯在野勢力 不管藍的綠的 只要是反蔡英文的勢力 動員能力 動量動能這麼低的話 那未來就算在英國 泰晤士報頭版說 蔡英文詐欺學位 恐怕在 中華民國司法體系下 仍然可以安然無恙 這是我最擔心台灣 沒事沒非的地方 好 那在重大突破的這個消息 我們呃會很詳細的告訴大家 英國行政法院判決的原文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先來看看 在昨天四大公投的結果 我這樣看這個問題 就是 當然每次投票完 就會有很多的群組討論 很多的新聞出來 什麽樣的新聞呢 就是說 嗯 造假啦 做票啦 好來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做票說 中國時報說 本報接獲民眾投訴 表示他在南港區某投票開票所 拿到選票進入票庭的時候 正當自己準備要蓋第三張的時候 既然發現該選票已經被圈選不同意 他卻走出票庭呢 向這個選間人員反映 但是選務人員回應 因為無法確認是不是 這是民眾自己蓋的 或者是真正被蓋的 事先蓋好的 所以 他沒有辦法 這個裁定 只好讓他繼續投票 那 後來他只好蓋廢票 至於他質疑這中間是不是有 有弊端 他說這個中選會不知道 因為 選務人員 確實他也很也很為難 也許他是不想處理 因為你拿出來 他怎麼知道不是你蓋完拿出來 所以 這個事情是 這個事情是很很沒有辦法驗證的 好 那麼 另外呢 有一個自稱是選間人員的人 在網路上投訴 他說他向主任管理人員 主任管理員要求投票之前 要抽點控票 空白票是否跟投票人數相同 遭到主任管理員的拒絕 隨後他致電選務中心抗議 他要求派人來處理 選務中心不處理 還取消他的監選資格 好 這件事情 都是很不尋常的啦 但是我必須說 我作為一個 知識分子也好 台灣大學的教授 所長 教研究方法也好 我不會人魚異雲 我也不會隨便的 文訊息就跟著起舞 每件事情 就像論文們一樣 我們要經歷非常 嚴格的檢驗 我才敢做出結論 不過 我覺得有幾件事情是可以把它當成 我們在做研究時候的 所謂的 Research Hypothesis 或者是 Research Questions 就是 我們去研究假設 就提出問題 提出合理的懷疑 這個是我想天經地義的 於不一處有疑 方是敬意 這是宋朝的學者張在說的話 這對於一個知識分子 應該永遠放在心中 因為我們對每件事情 都要保持高度的 觀察跟好奇 而且這好奇必須帶著疑問 這個人類世界才會進步 如果人云亦云 大多數說了算 那今天到目前為止 對不起 我們對地球的認知還是平的 所以 這個懷疑是人類進步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動力 也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首先 來看看四大公投的結果 好 重啟核四 同意的是47.16 反萊豬 同意的是47.79 公投大選 綁大選同意的是48.96 珍愛藻礁同意的是48.37 從最低的47.16 到48.95 差別是1.79% 就是說 他所有的 結果 同意 四個同意 這四個同意之間 的range 差別最大是1.79% 那他的數值都是在48加減大概47.5加減0.8之間 這個數字我只能說有點怪異 他透露了幾個問題 It's too perfect to be true 太完美了 你至於讓我覺得不像真的 不像真的 並不代表我說他是假的 因為我覺得人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我只是提出研究假設 第一個 難道台灣的 選民都姓李 而且都中立嗎 都是李姓中立選民嗎 他們 難道 不會這個所謂的分類投票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難道台灣的民眾選民都不姓李 都不住中立 他們都不是李姓中立選民 那為什麼四張選票得票數得票率幾乎是一模一樣呢 幾乎一模一樣 就是在47.5加減0.7 0.8的這個範疇 那怎麼會這樣呢 反萊豬的人一定就珍愛藻礁嗎 反萊豬的人就一定贊成公投榜大選嗎 那重啟核四的人就一定反萊豬嗎 這中間的邏輯在哪裡我不懂 從這個投票結果來看答案是yes 就是說要嘛四個同意 要嘛四個不同意 才會出現這麼接近的票數 當然你可以說這是macro 這是加總的結果 不過從這個數據的本身你可以看得出來壁壘分明 投同意的四個都同意 投不同意的四個都不同意 至少趨勢是這樣子 幾乎只有少數例外 所以才會讓這四個得票率的差距最多的range 就是全距只差到1.7% 而如果從正負來看的話 他的這個差異性是實際上是非常小的 好這是我的第壹個懷疑啊 那同時我又問了國民黨的朋友說 誒你們有沒有去所有的投開票所監票 然後把票數跟中央選委會的總票數去做比對 答案還是沒有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不懂 為什麼這個防止作弊的最基本的ABC 國民黨從上次選舉吃了大虧 到現在還在悶 說到底817萬票怎麼來的 那前世不忘後世之失 既然妳找不到答案 不知道817萬票怎麼來的 只是懷疑他很奇怪 那很多人懷疑說 一個票櫃一個票櫃做票很困難 最容易做票的方式就是說 讓各投票所開出來的票到中選會的這一端 去造假 那如果妳沒有人去 對這兩邊的票數是否相符 那就可以永遠造假 但是國民黨這麼多人 至少現在還有這麼多錢 他們怎麼會連這一點好奇都沒有呢 我這個街頭藝人 我非常好奇啊 如果今天我有足夠的錢我一定做 我一定去雇用2萬個公讀生 每個投開票所擺兩個 2萬個公讀生很困難嗎 國民黨的支持者的小孩子動員一下 或者是年輕人國民黨支持老人也可以啦 這個把投開票所的票寄下來 然後傳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 然後再去跟中選會拿到的這個 所謂的各投開票所傳過來的票去比對 所以這個事情大概你交給我吧 你交給我吧 呃一個公讀生 一個公讀生2000塊吧 2萬個公讀生4000萬吧 呃最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合票 加個20萬吧 我4000萬搞定啦 呃希望台灣的選舉制度公平的朋友們 不要說拿4000萬了 拿4000億都不是問題 所以國民黨為什麼不做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好不過 我比較喜歡看一個問題是看他的脈絡 我不會看單一這一點 不然我覺得如果我們硬要講人家說 你看這個一定又是民進黨作票 我覺得這個也很不很不科學啦 也有點沒風度 不能輸了就收人作票啊 那你要收人作票 那你要拿鐵的證據出來 到目前為止 我敢斬釘截鐵說的只有論文門 817我也不敢說 但是我提出很多的懷疑質疑 所以我一狀告上了法院 我要等著傳李靜勇 這個東西到目前為止也是不偵查 也是也是沒什麼具體的動作 不過你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妙 817萬票我答應同學們 我一定查 只要法庭不給我 呃這個轉頭就走不開庭 或者是後合辦掉頭就走 我一定追查到底 那今天這個核四還有藻礁 公共綁大選萊豬的這一個公投 我就覺得很奇怪 難道台灣的選民真的就那麼不理性嗎 四個議題完全沒有分裂投票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得票率 如果真是這樣子 我替台灣的民主舉一把心酸淚 因為我不認為選民應該要這麼不理性的 其實你就說了 所以要在重點的選民 是的 所以可以選民主權 但是這個選民主權 就是要對稱民主權 是一般的選民主權 但是如果這個選民主權 是一般的選民主權 是一般選民主權 就是一個智慧的選民 他要怎麼做 在這方面 但是他自己的選民主權 crape 這樣 這是一個 那這個議題 所以 我也要想要 我替我 把選民主權 打成我的選民主權 你看 出來的結果 4 個同意的票數 4 個議題的票數幾乎是一模一樣 非常非常的接近 當然 事實的結果就是如此 不過這個結果的背後透露了什麼玄機呢 好 我們剛才講到就是在個別的投票所發生的一些情況 就是有個選民拿到票的時候發現已經上面蓋了同意票 諸如此類 當然這都是個案啦 而且就像選務人員所說的 我也同意啊 我怎麼知道不是你這個民眾蓋了同意票以後 跑到出來大聲嚷嚷 所以這種東西 我們只能把它當成是一種 下次選務要改進的一些地方 沒有辦法拿來當成一槍斃命的證據 至於對於這樣的一個說法 或者傳聞 或者民眾的檢舉 選務人員怎麼說呢 這應該是在 好像是在台北市 我們沒有理由證明 柯文哲或者是侯友宜 所主政的縣市的選務人員就一定會偏向蔡英文 我不認為 我覺得這種東西極有可能是個別選務人員 他公司不分 他這個 你知道 利欲薰薰或什麽 那我們來看看 選務人員怎麽說 這個 選務的主任他在解釋是說 他說所有的公投票都是完整的 空白的事情也清點過 不太可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也同意 我覺得 這種 在投開票所 大規模的去用這什麽蓋票啊 事前篩票啊 或什麽雙層票箱 這種指控 一定會發生 但是他會系統性的造成翻盤 我覺得太困難 所以如果有一邊的候選人笨到 要從投開票所去動手腳 來求取選舉的勝利 我覺得那這個候選人也真的是笨到了極點 那電腦做票是最有可能 而且不費吹灰之力的 所以我認為 817萬票如果有問題的話 他的問題一定是出在 電腦系統的操縱 就是從投開票所真實得到的票數到 中央選委會的 統計的票數 這中間之間的差異性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選務的負責主管說 他說 之前也可能有這種類似的情況 個別票貴的檢舉 但是 他問一句話 他說選務人為何必要做這樣的事 必須要有動機 有利可圖才可以 沒有錯 有沒有可能有動機 有沒有可能有利可圖 當然可以啊 被買通就是有利可圖嘛 你看看 論文門到現在有多少 1450跟蔡同學的啦啦隊 你去看看哪一個不是有利有有利可圖 起訴彭文正升官到澎湖當主任檢察官 對不對 諸如此類的事情 就很明白的告訴大家說 哎 你站在我這邊 我立刻給你功名利路嗎 黃偉就是這個例子啊 所以劉承武要跟進啊 所以姚念慈要跟進啊 那 但是這個也沒有辦法去說明 這整個投票的真正的情況是什麼 好 但是這件事情就呼嚨呼嚨就讓我想到 兩年前就在兩年半前吧 一個全世界都沒有辦法解釋的事情 就發生了 這個事情就是民進黨的總統大選的黨內出選 我為什麼一直要強調這件事 因為我很斬釘截鐵的說蔡英文作弊 我相信這個作弊的行徑 呃不要說是蔡同學洪耀福你們自己心知肚明 我相信美國在台協會 美國國務院都知道 因為 這不用證據 這只要用研究方法 這只要把方法拿出來 你不然 你不然 就可以知道他們作弊 你根本不用證據 好 這是怎麼說呢 話說回到兩年半前 大家先去想想 快三年了 這件事情的開始 不就是民進黨黨內初選 總統選舉嗎 本來這個蔡同學 四平八穩 好整以下 她覺得就是我一個人 其他人不會跟我競選 所以她就一個人在那晃晃晃 準備要 擔任民進黨的候選人 結果沒有想到賴清德在最後一刻突然跳出來了 她說她跟基層拜訪的結果 她深深感受到民眾的無奈 意思就是說深深感受到蔡同學 這三年多 將近四年做得很糟糕 民眾有苦難訴 所以呢 她要出來跟 呃 蔡英文在黨內初選 一絕高下 她有使命感要出來 結果 蔡同學用盡各種方法打擊她 包括打擊她周邊聲援她的四大老 羞辱她們用各種方法 發現 欸怎麼惡搞 賴清德的支持度還是居高不下 還是贏了蔡英文 最後呢 選舉 黨內初選開跑 硬是把她攔下來 延遲了兩次 第一次說她要出國 對不對 回國了以後呢 欸 又繼續又擋了一次 然後呢 又加入什麼手機民調 就是又改時間又改規則 結果又改時間又改規則 改到最後還是發現 黨內初選的結果 賴清德的民調支持度 一直始終領先 蔡英文大概 五到十個百分點 最後怎麼辦 最後就來搞這一招嘛 找了五家民調公司 都是這個洪耀福 洪氏兄弟們 在民調的這個領域當中 幾十年來熟悉的老朋友 最後到我倒不是說這五家民調公司配合作弊 不是他不用配合 因為這五家民調公司 拿到民進黨黨中央 給他們作為抽樣的抽樣清冊 就是造假的 你說彭P你的證據是什麼 不必不必證據 很簡單 就是這個抽樣清冊 不應該是由民進黨的特定人所提供的 這個應該是中華電信的隨機抽樣的電話名單 我想學過統計的人 我講過一遍就懂了 一般小老百姓可能聽不太懂 我這樣講給你聽 國民黨的總統黨內初選是怎麼選的 他們是把電腦抽號碼 那怎麼抽呢 把所有中華電信的電話的前級碼 比方說 我們公司是2751 2266 2751可能代表的是台北市大安區 人愛路光復南路新一路的某一塊區塊的電話號碼 是2751 好 那 把這個放進來 那當然還有2752 2753的 可能在高雄的會有什麼07的什麼反正 那至於2751的後面4嘛 是用隨機抽樣 這個做法就會讓每一個電話都被抽到 手機也是如此 就是把前面的局碼固定 後面用隨機抽樣 這個叫做不作弊的抽樣方法 作弊的抽樣方法有100種 最難看的 最赤裸裸的 最沒有知識最沒有營養的就是 我拿一塊光碟給你 告訴這5家民調公司說 來 從這裡面去抽號碼 這樣各位都聽懂了嗎 這樣聽懂了吧 來這一塊光碟 你去抽 你去抽號碼來打 這就是民進黨幹的事情 那我們從這個犯罪的 心裡 你會看到一個很好笑的結果 我們把這個時間倒到兩年半前 我來公佈一份 這個民調的結果 這就是民進黨黨內初選的最後結果 各位可能會有一點點忘記了 這個時候是在2019年6月14號 整整兩年 半前 然後到今天剛好兩年半又 兩年半又5天 這份民調結果 出來的結果是 蔡英文得票率 5家民調 這家民調是民進黨中央黨部 他是36.6 賴清德28 這個叫中央五 向中央五對齊 其他4家民調聽好了 山水是36比27 趨勢是36比28 全方位是35比27 巡政是36比27 中央五是什麼 民進黨中央黨部 37比28 山水民調是36比27 趨勢是37比28 全方位是35比27 巡政是36比27 最後的平均單位的結果是36比27 你有沒有覺得捷克太神奇了 你知道任何抽樣誤差 都有一個正負 124 以充7 年來以充4 19 郭歌 公司 大概是 何 這個 同一 中央 二 的 一 均一性就是作弊完了以后的结构是非常相近的 然后样本数又不大 在这个情况下才有可能这么接近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 这就是一个犯罪心理学 今天如果我安打心眼要作弊 我就会把它做得让外界的人觉得很像是真的 那就因为这个心理就会让你做出很多东西 让人家专家一看就知道那就是假的 那我就不多说了 五年前全世界只有三个学者站出来 第一天就痛批这是个作弊 就是台大的政治系教授 一个民调专家叫做洪永泰教授 另外一个就是游盈龙教授 还有一个就是我 前面两位都是望重士林的学者 只有我是家住士林的街头艺人 曾经在士林摆过摊子的街头艺人 那不管怎么样总跟士林扯上关系 我们三个毫不保留毫不留情的批判 这是作弊 我要说的是 请问那时候 民进党党内有几个人站出来说这是作弊 我更要取笑的是国民党 那个时候国民党在 在 听官参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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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谈 搞不好内心还暗自高兴说 你看蔡英文这个洞瓦卡比赖清德好对付多了 这作弊做得好 这就是今天国民党没有道德勇气让人瞧不起的地方 当年像这样的事情虽然是别人的家务事 但是这是政坛上的大作弊 我没有听到国民党的党主席或者是高层的或者历任党主席说过一句话 铁针针针的事实 就是 赖清德在党内初选被蔡英文用这种方法给做掉 我再讲一遍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再讲一遍 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是怎么打电话的呢 是民进党党内党中央这个洪耀福洪耀男洪氏兄弟 他们所操纵的一个骗局 他们把这一个抽样清测交给了五家民调公司 给的是一个光碟 告诉他们说 这个就是你们抽电话号码的sampling frame 统计上叫做sampling frame 就是抽样清测 也就是说你们拿到以后 你们也别问我从哪里来 就是别问我从哪里来 好 你去拿了这五个光碟之后 你就去打电话就对了 你就去抽 抽样抽到就打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 我这五张光碟都是小英之友会提供的 你能拿我喝 那这就是当时两年半前 民进党党内初选的作弊模式 我再问一次 有一个人小考作弊 其中考作弊 其末考突然决定不作弊 虽我怀疑八一七万票 是有psychological inferences 我有心理上的 心理学上的推论 但是我苦无没有电脑端作票的证据 只是他会处心机率的做掉赖清德 用这么粗糙的手法 他大选不会想要做掉韩国瑜吗 那那是什么逻辑 他只要赢初选就好 大选不想赢 如果他今天在党内初选 这么大啦啦的做掉赖清德 然后实随之位 他接下来什么公投也好 下次两年后的选举也好 他就金盆洗手了 我不干了 我立地成佛了 我从此以后乖乖举举 规规举举 你觉得有可能吗 所以我从心里面上来分析这件事情 好公投过去了 我再一次奉劝国民党 做个强而有力的监督反对党 我奉劝民众党 奉劝时代力量 做一个强而有力 信而有争的反对党 我不管你的蓝绿 我不管你的立场 我也不管你统都 做好一个监督的立场 这是作为一个反对党 最基本的 最基本最基本的 功课也好 任务也好 这是你们该做的 如果你们不做 你们失职 我们不只是要把 执政党拉下来 我们恐怕也要把 反对党拉下来